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湾观点 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事 我是张玉凤 欢迎收看走进台湾 在中国北京明天阅兵的前夕 美国政府再度全力炒作中国黑客案 美国权威的报纸 华盛顿邮报 还有著名的财经媒体彭博社都引述美国匿名官员说 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的商业行为已经让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了 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要展开经济制裁案 最快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锁定中国五家大型的跨国公司进行经济制裁 而报道出炉之后呢 全世界都很关心 不包括白宫跟国务院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却没有直接否认 而只是语带玄机的说 现在呢 他们拒绝证实这项报道 为什么白宫跟国务院这样反映 是不是代表美国真的在研究这项经济制裁的可能性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假动作 为了拉高习奥会之前的谈判筹码呢 而一旦美国如果真的制裁的话 中国会不会进行反暴富 这会如何冲击到中美的关系 今天现场有两位来宾共同来解读 资深评论员张有化 政治评论员赖月谦 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这两家媒体有关于美国对于中国黑客要采取经济制裁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8月31号报道说 由中国黑客发起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正显著增多 美国官方称中国黑客窃取一切信息 从核电站设计 搜索引擎 原代码 到能源公司的秘密谈判立场 报道说 有多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准备对这些中国黑客发起制裁 预计很快会有定论 甚至就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 其中一名美国官员说 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将是大型公司和跨国公司 被制裁者的活动要满足四大危害之一 攻击关键基础设施 例如电力网 破坏主要电脑网络 借取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 从被盗的机密和财产中获利 然而美国国务院说上述报道并不属实 美国目前并没有制裁中国的打算 现场有记者提到 除了在高级别对话中屡屡提及网络安全问题 美国并未对中国做出任何大胆的行动 对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说 美国一直在评估风险 但在进一步行动前 需要搜集足够的证据 发言人还说 在两国对话中不断提出网络安全议题 是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外交手段 此外 美国还会运用贸易政策和法律手段打击入侵的黑客 在美国政府透过媒体不断的放话说 中国黑客涉嫌涉入了 美国不管是政府机构或者是民间机构网络侵害之后 真的会对中国的跨国大型公司采取经济制裁吗 这项报道为什么引发关注呢 是因为同时有两家重量级可信度很高的媒体报道 一个是之前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 另外一个则是在世界的财经媒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彭博社 在8月31号分别报道 两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告诉这两家美国媒体说 现在政府正在严谨制裁行动 所以有华 你看是空穴来风吗 空穴不来风 但是在没讲黑客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要关切到一件事情 因为习近平这次他进行所谓的国事访问的过程当中 究竟中美两国要谈的是合作议题还是对抗议题 这个先厘清 那在对抗议题上面 管制所谓网路安全的是属于国安会的权责 当然国安会它可以统筹国务院国防部 国防部情报局等或者国土安全部 对于网路安全应该是国安会对于中国大陆有非常强烈的意见 而意见之强烈 它想预计制裁五家公司 好 这五家公司 坦白说 华为一定是其中的一家 那其中的一家 他们都在美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 如果那你制裁的话 牵涉是非常非常的广 过去中国大陆对于所谓美国制裁五家公司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中国大陆都会让步 可是这一次习近平去会不会让步 应该不会让步 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大陆 它也有反报复的措施 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 你看国务院发言人就答得非常的谨慎 不像国安会 不像国安会 答得非常的强硬 然后透露所谓匿名讯息 说力度空前的经济制裁 好 你要进行经济制裁的话 当中国大陆实施反报复的时候 请问 奥巴马也好 习近平也好 他们会谈的过程当中 网路安全是一个对抗性的议题 那这种对抗会不会下去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从庄严会谈黑客 到去年起诉五名解放军 然后一直到这次习近平访美前夕 美国都没有说我要实施经济制裁 只不过是起诉了五名解放军的军人 还有 在庄严会谈中 他说美中之间骇客入侵是非常严重 那从这个例子这个议题谈到三年以来 一个即将卸任的国安会顾问 一个即将卸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如果真要实施经济制裁的话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我倒要看看两个国家之中 哪一个国家的筹码比较多 因为对美国来讲 他筹码太少 对中国来讲的话 他筹码显然是超过美国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悬崖热马 所以美国政府是真的有在研议 考虑要采取经济制裁 还是说这是为了谈判提高的筹码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经济制裁 世上杀伤力很大 现在中国有很多公司都在美国上市 比如说刚刚不只是我们谈到华为 有很多的生意往来 像百度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 这些都是现在中国跨国大型的公司 所以很多现在华友点名五家之后 大家都纷纷猜测 是拿五家要对号入座 但是我们想想看一样 美国也有很多公司在中国市场很大 拥有很多的市场 所以一旦要进行反暴富的话 其实双方可以说美国这招是欺商权 而且比起去年的起诉解放军来说 起诉解放军 解放军其实在美国也没有什么财产 也没有什么雇员 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制裁中国的跨国大型公司 这就非同小可了 所以你觉得以白宫或国务院的回复来说 美国政府真的这是一个真的会采取的动作吗 当时起诉这五个解放军 已经引起外交的波澜了 中国已经非常的愤怒了 接着对天津大学的教授 进行这种所谓的钓鱼式的这样的一个陷阱 也引起了外交上的波澜 现在他们还想本来技术上的 要把天津大学教授扣在那个地方 现在让他出来了 好 我们的问题来了 你今天一旦对中国的企业在实施制裁 那所谓的制裁的意思也就是说 冻结你的海外资产 对 那请问一下 美国承受得了中国冻结 美国在中国大陆跟其他海外的资产吗 坦白说 在外交里面最终的后面还是靠你的实力 你有多少筹码 那看起来美国的筹码并没有多于中国的筹码 所以美国如果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对他实施反制裁 一定是两三 所以为什么白宫或国务员都拒绝证实说有这项消息 但是也强调说经济制裁的确是美国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 可行的手段之一 美国的暧昧就是要提高筹码 而且美国觉得要指控中国是网络黑客 不光光 只要美国指控 他还希望有其他国家可以加入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拉印度下水要挑拨中印之间的关系呢 因为美国的盟友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最近也引述了一个消息 这是美国知名的民间公司火眼公司 他声称 位于中国境内的黑客组织 对印度政府的机构等70多个网络呢 进行了攻击 特别要获取哪些资料 包括中印边界的问题文件 还有印度境内跟西藏等问题有关活动分子等资料 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呢 印度的媒体立刻了引述 但是一直炒作下来 印度的官方还是没有做任何回应啊 我们怎么看金融时报这个报道 这是美国民间公司刻意放话 要挑拨中印的关系吗 过去他曾经讲过巴基斯坦对印度如何 他也曾经讲过朝鲜对其他国家如何 然后他现在为什么直接指明中国大陆 好 害印度的应该讲公家机关吧 公务单位 说或许包括中印边界的问题文件等等这一些 可是我请问各位 这一些文件或者是西藏问题有关活动分子等资料 好 纵然有啊 那我讲纵然有 请问这个资料 对印度来讲 对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本身他就拿得到 那只不过他要拿的是 他现在居心恶毒的是说 西藏问题有关活动分子的资料 因为人事的资料 活动的资料是最难拿 必须要靠人力 必须要靠人力来收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一个靠人力收集的情报资料 还有一个靠电脑收集的情报资料 电脑收集的情报资料 它只是一个整体性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显示这个活动分子 他在印度 好 如何活动 如何活动 没有办法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叫做 我们讲叫做活动式的情报资料 活动式的情报资料 应该是由人去收集 那既然无论是人 无论是所谓的静态的资料 动态的资料 我想请问一下 活远公司你如何确定 中国大陆既能收集活动的资料 又能收集静态的资料 而他的入侵的网路 你也如何得知 所以我就必须要讲 当活远公司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要想到 他是一个全球软体的推销商 全球软体的推销商 他过去他指名那么多 那相关国家都没有做任何回应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 他还是运用一种商业上的作为 去塑造一个假想题 他会告诉印度 我帮你找到了这些 你要不要采购我的软体 他也会告诉其他国家 我在印度有效的防阻中国骇客的入侵 你们要不要采购我的软体 那换句话说 这个叫做推销嘛 这个不叫做情报 这也不叫做像金融时报讲的网路攻击嘛 这个是明明他明摆之是运用推销的行为来构陷中国的黑客组织嘛 对 再回应来说这一方面是商业行为 另外一方面他也心知肚明 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跳出来反对他挑拨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但是的确美国现在印度下了很多功夫 所以一方面纵容民间公司挑拨说中国侵入了印度的机构网路 另外一方面在美国的撑腰之下 最近有个消息也引发中国的关注抗议 就是传出印度的国有石油公司呢 打算在这个越南合作之下 在中国争议有问题的南海进行石油发掘 印度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动作 那越南美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马上回来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事 在9月的习奥会会谈当中呢 除了网路安全的问题之外 南海当然也是美国非常关注的议题 现在美国之前先联合东盟国家呢 希望在南海主权争议下围堵中国 另外在南海的石油探勘上 现在会不会也打算引进印度的势力呢 这是美国的彭博社报道说 印度已经最近打算要跟越南合作 开采一块跟中国主权有争议的油田 印度真的会这么做吗 先来关心这期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印度将重启位于中越争议海域的石油勘探工作 目前印度总理莫迪已经授权 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集团 在该地区建设钻井平台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印度在2006年即已取得这一地区的勘探权 中国三年后才在同一区域展开国际招标 据报道 南海域处有约300亿吨石油 即16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这一规模约使中国油气储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印度在九年前获得该地区的油气开发权 但至今尚未开建一口油井 2012年中国政府曾邀请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内的外国公司 勘探该地区的油气资源 据印度媒体此前报道 印度自1988年就已经介入南海地区的石油开采 比于当年从越南获得一块油田 后来又于2006年获得两块油田的勘探开采权 这两块油田均在中国主权归属范围之内 印度在其中一块油田勘探无忧之后决定退出 但仍继续保持在另一块油田附近的存在 分析人士评论称 印度的动作显现出对于南海的兴趣 并希望通过介入此区域来加深印度同美日的海上关系 近来中国在印度洋活动频繁引起印度紧张 一方在南海争议区域行使经济权 表明其友谊与美国以及一些亚太国家 一起遏制中国在南海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印度对于南海的兴趣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真的会不顾中国的反对跟越南 再跟中国主权有争议的油田进行开采吗 我们来看看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这块油田是印度在2006年的时候 跟越南获得的两块油田探开采权 但是当中有一块一直看起来是没有油气的 所以印度一直没动作 那这一次隔了几年之后 据说现在印度的国有石油公司 打算要在其中一块进行整个开采的动作 专游平台很快就会过去了 问题是这块油田是位于越南跟中国的主权争议所在地 所以印度真的会采取这样的动作吗 那越南为什么敢引进印度背后有美国势力吗 是不是有美国势力我们也在观察 但是越南首先我们先谈一下越南 越南把一块不属于它的地方拿给第三国去开采 这原本就是不对的事情也不合法的事情 那当然中方也在第一时间就表达抗议了 所以印方印度方就是第三方 像越南这样的一个取得这样的一个开采权 就是不属于越南的这个油田印度方去取得这个开采权 它基本上就已经站不住脚 所以中国的抗议只是再度的提醒印度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这个会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那我相信现在是印度的石油公司是很有意愿 很有企图心想要做 印度方现在也在试探中国的决心跟意志 还有中国的筹码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消息会放出来并不是凭空的放出来 是有意的 而且的确是有在做这个进行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是做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出来的时候 所以中方才会在第一时间有外交单位 就直接跟他回应了 他说未经中国许可 任何外国公司在该海域的活动都是违法的 基本上还给了印度颜面 只是说外国公司没有点名印度 是的 因为中国在思考这个部分里面也观察到 就是说越南方并不是只是跟印度方有合作 他也跟美方 跟你刚刚讲的美孚公司 事实上他还是有做合作 那我们现在是不太清楚的地方是在于 这块油田是不是有没有越南方同时把美国的石油公司 跟印度的石油公司整个都拉进来 然后一起来合作开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您刚一开始的假设就是说 是不是有美国在后面撑腰这个我们就不能排除了 如果印方要在这个地方去挑动的话 那中方当然也会有反制作为 那反制作为的话 那印方就要评估他这样下去的话 对他划不划算 不只是开采的成本划不划算 它本身会不会影响到中印两国的外交关系 中方会不会在别的地方也在做一些文章 那这样的情形下 例如说中方可以在印巴的边界 或者是在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里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 一些矿 一些什么铁矿 煤矿 铜矿的开采 例如说可以在克森米亚这些地区 我们也可以进行很多的动作 所以并不表示说中国没有筹码 只是我觉得双方之间现在都还理善往来 因为外交部不点名 您刚刚提到的 不点名的说 这个第三方不要再有争议的地方来做 但是如果你不理会 那我们就会有第二个动作会出现 那当然外交是一定实现外交手段 外交手段用尽了 那就有经济政治 其他的手段就慢慢的 甚至军事的手段慢慢的都会进来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中印还在外交的斡旋中 这件事情一定要密切注意 但是一旦如果印度国有石油公司 任何专警平台或探探设备 来到了跟越南中国这块主权争议的油田的话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引发很大的风波了 当然南海的问题 现美国是援引各种势力进来 所以中方也不断在合纵连横 在这两天有一个演习的消息 引发了外界关注 就是这个月的下旬 中国要跟马来西亚首度进行军事演习 而且地点就在很敏感的 这个麻六甲海峡 演习的科目包括联合搜救 联合解救被挟持的船只 还有实际使用武器人道援助等等 感觉起来 科目还有规模跟之前日本菲律宾 合作演习的有点类似 为什么中国这次会跟马来西亚演习 而且选在这个地点 我们先讲马来西亚他过去跟美国进行军演 他进行军演那也在这块区域 就是马六甲海峡 这块区域就是这里是新加坡 这里是马来西亚 那旁边就是马六甲海峡 这里是南海 这里是安达曼海 我们仔细看这个地方 就是说南海他有海盗 他海盗我们过去也曾经报道过 从菲律宾经过南海到马六甲水道 过去是海盗盛行的地方 最近几年海盗虽然比较少 但是南南是有海盗的进出 尤其他是贴近南海跟马六甲海峡 这块区域 那这是中国大陆跟马来西亚是在这块区 这块区域进行 好 这块区域他进行 他是联合搜救 所谓联合搜救 你船难空难世界 因为我们现在看 印度尼西亚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还有泰国 在这个地方空难频船 所以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好 一直到马六甲海峡 所以他说联合搜救 联合解救被劫持的船只 那劫持的船只大概有两条航线 一条航线是从婆罗州下方 一条航线是从南海这样子过来 所以他有两条航线 那他集中在的是北航线 而不是南航线 因为南航线 他涉及到了印尼的关系 所以他在北航线 那他实际使用武器 所谓实际使用武器的话 就是反劫持反绑架 对于海盗如何进行剿灭人道救援 好 中国大陆之所以要跟马来西亚进行军演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军事武器装备 是二式装备 那美国也想找马来西亚军演 他只有一个目的 他要了解熟悉跟二式装备对抗 进行所谓的对抗 然后他可以设定他的参数 这个是美国的我们不讲 但中国大陆因为他武器的使用 跟马来西亚是相当的符合 相当的符合的状况之下 可以事半功倍的去处理很多的问题 有一个状况是在于说 在眼前的南海局势之下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其实在南海争议当中 跟中国也有一点点争议 但是不像越南或者是像菲律宾一样 马来西亚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中立温和的 所以美国一直也想拉拢它 比如说美国曾经想拉拢马来西亚 成立所谓南海的巡逻盟军部队 但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跟中国关系不错的马来西亚 这个时候跟中国进行联合军业 你觉得是对南海问题的一个表态吗 这个军事演习 合作的军事演习 等于是两国的政治军事更上一层楼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在演习的过程中 马来西亚可以认识了解到 中国新式战舰的性能 而这个性能价格又好 性能又好 这个对马来西亚会有吸引力 第三个就是 其实我们把东盟都想成铁板一块 其实不是 在东盟里面 例如说马来西亚的位置 北边就是泰国 而泰国的南边跟马来西亚 事实上是有一些 这个族群上的一些矛盾 那马来西亚的南边就是印尼 印尼是东盟的最大国 其实对马来西亚来讲 它的威胁压力感也存在 所以我觉得中国跟马来西亚合作 让马来西亚增加它的筹码 例如说马来西亚跟美国的力量 跟中国的力量让它增加筹码 这个对马来西亚是有利的 对中方也有利 而且对于中马之间 管控分歧更是有利 所以你看 目前我们跟马来西亚 在主权争议这个部分的分歧 管控的最好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就可以理解 原来东盟不要把它想成铁板一块 实际上它们本身彼此之间也在较量 因此我估计今天中马有军演 明天中泰也可能会有军演 甚至跟辽国跟老国的军演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个人认为 这个对于东盟的国家 我们看到 目前我们估计 大概至少十国里面 有六国是比较倾向于跟中国 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好的讯息 在南海的议题不断延烧的情况之下 中美对于东盟的国家 现在都不断的使力 在进行合纵连横的状况之下 同样在东北亚 美国最近也觉得有一点点挫败 因为明天中国就要进行阅兵了 在美国的盟友之中 韩国是唯一大统领朴槿会出席的 这对于美国来说 会不会有感到挫败呢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了 他说他充分理解 但是不表示支持 美国不方便说话 但是日本说话了 日本的右翼媒体批评 朴槿惠是名成皇后 这样的批评 立刻引发了韩国抗议 到底美日 为什么这么在意朴槿惠的出席 马上回来 台湾观点 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市 中国明天就要举行抗战70周年的阅兵大典 美国呢 没有特别派特使来 只是由驻华大使来出席 而日本呢 更是连驻华大使都不出席 险见美日联盟对于中国的围堵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 有一个挫败 就是东北亚的美日韩联盟呢 是自乎韩国不是那么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上 因为作为美国唯一的盟友出席的国家 朴槿惠呢 今天已经率领着庞大的访华团来到了中国 结果对于朴槿惠的动作 克里表示说 他理解 但是不表示支持 而日本的右翼媒体 则是直接丑化了朴槿惠 为什么每日要这么做 我们先来看看朴槿惠 这一次到中国访问三天的规划目标 9月2号 朴槿惠抵达北京后 将率先在人民大会堂 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局势交换意见 随后朴槿惠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 商讨韩中关系发展方案 韩中自贸协定等两国共同关心的事宜 增进两国互会合作 3号上午 朴槿惠将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 大阅兵等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随后转赴上海 4号朴槿惠将率领一个庞大的经济史结团 在上海同中方企业举行韩中商务论坛 并进行一对一商务洽谈活动 史结团由包括128名企业代表在内的156人组成 规模为历史之最 清瓦台方面表示 本次访华是朴槿惠执政以来第三次访华 韩国媒体则进一步指出 朴槿惠进入执政后半期 将之前的率先访美改为率先访华 反映出当前中韩关系密切 韩国正在走与过去不同的外交路线 而且在美国盟友中 朴槿惠是唯一一名出席中国抗战阅兵式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 日本方面继续对朴槿惠表达不满 优异媒体产经新闻刊登专栏文章 形容朴槿惠出席中国抗战阅兵 是世大主义行为 更将它比作朝鲜王朝末期 因清华而被日本人暗杀的名成皇后 文章刊登后引发韩方愤怒 韩国政府回应称 日本部分人士和媒体一贯歪曲历史 无需理睬荒谬报道 最大在野党新政治民主党则狠批 日本对美国的产媚才是世大主义的真实写照 朴槿惠这次到中国访问 可以说过程的安排他煞费苦心 因为下个月很快 他就要到美国进行访问了 绝对不能够得罪美国 所以就在前两天 韩国的外长特别跟美国的国务卿克里进行会谈 而且也特别说明了朴槿惠到中国的行程 结果克里直接说了 他说朴槿惠最后决定去中国 他充分理解 但是不表示美国支持 其实意思就是美国反对 只是美国气愤了 不能直接说出口 但是日本就替美国说话了 日本的政府当然也不方便说话 因为这是朴槿惠的主权行使 但是日本的产金新闻特别比喻 他说朴槿惠出席中国的阅兵式呢 是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世大主义 这话说的很难听 他还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朴槿惠呢 就像当年朝鲜王朝末期 被日本人杀害的名称皇后啊 这样子批评比喻一个国家的领袖 为什么日本要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世大主义是哪一个国家特有的性格 我告诉各位 就是日本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世大主义来批评 朴槿惠是名称皇后 事实上有引进失格 那这一点 你韩国政府必须要做到两点 第一个 你马上要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 请他讲清楚 这个事件的由来 究竟是你日本鼓动 还是产金新闻如此 那第二个 应该告诉日本人真实的历史 明称皇后 她是高中的太太 她是李氏朝鲜高中的太太 那高中幼年即位 她的爸爸叫大院军 大院军设政 那大院军设政 她采取首国主义排斥一击 但是明称皇后 嫁给了高中以后 她一直是希望 她采取一个开放主义 所谓开放主义 就是引进外力 来调和 来调和朝鲜内部 党派之争 所以明称皇后 她一方面 她曾经祈求于日本过 是希望对大院军 能够施加压力 可是当她发现 日本对朝鲜 有侵略野心的时候 她转而向李鸿章求助 李鸿章 那个时候就派了 袁世凯驻朝鲜 那袁世凯呢 就奉命把大院军 把大院军 把她从朝鲜 送到了保定 寓与激进 那保定是什么地方 保定当年是直立总督府的所在地 那大院军离开以后 那日本人认为 明称皇后 有清华的迹象 所以她制造了很多的事端 她制造事端完了以后 由日本公使 然后率领着日本让人 去促成了所谓的宫廷政变 那这个宫廷政变发生的时候 居然是日本的公使 跟让人直接冲到寝宫 把她杀死 所以高宗皇帝 就是因为日本人杀死了明称皇后 那高宗皇帝 就非常痛恨日本 所以她想联合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来牵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知道 明称皇后是被你日本人杀死的 然后你今天你又羞辱她 然后到了最后 你还把朴槿惠是视为明称皇后 这个是对一个国家人手最大的羞辱 所以日本人应该去好好研读历史 是明明你去侵犯人家 明明你鼓动宫廷政变 明明是你杀了明称皇后 难不成朴槿惠去了一趟中国大陆 她未来的下场会跟明称皇后一样吗 所以我觉得日本是一个欠缺死官的国家 所以产经新闻这篇文章其实非常恶意 所以韩国的驻日本大使 立刻就抗议了 要求产经新闻要立刻删除这个文章 我觉得驻日本大使 没有在大动作要求日本抱歉 一方面是因为产经新闻是独立的媒体 另外一方面也顾忌到美日韩的同盟关系 可是我觉得产经新闻没有想到一点 她虽然比喻明称皇后说 最后是被日本人所杀害 但是其实在韩国民众心目当中 明称皇后因为主张开放不锁国 所以很多民间都认为她是伟大的铁娘子 某些方面他们对明称皇后的历史定位 是非常高的 重点来了 为什么克里说她不表示支持 然后日本还要纵容右翼媒体 去这样批评朴槿惠 美日对于这次朴槿惠来 为什么这么耿耿于怀 我觉得美国已经把她的这个底牌已经泄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她的基本态度泄露出来了 之前美国一直说 我没有阻止我的盟国去出席这个九三纪念抗战的这个阅兵 我都没有这样做 可是你看克里已经把她的前面的说谎已经直接说出来了 她不支持朴槿惠 那就表示您刚刚一提到了 其实她是反对朴槿惠 她只是因为朴槿惠十月要去美国 而美国现在如果她没有韩国这一个资助 她的东北亚的安全资助 对美国人来讲就建构不起来 就缺一口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 东北亚的安全资助是建立在美日韩以美国为轴心 然后有两个附属国 就是韩国跟日本 就撑了她 然后她在这个东北亚就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体系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体系现在很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破口 因为朴槿惠为了韩国的生存 我觉得她这次到中国来访问三天 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排除了美国的压力 所以我们刚刚新闻当中看到了 她这次率领了一百多个商业团体的代表人士 领袖人物要来谈 希望跟中国立刻把这个FTL 希望实施日程可以提前 另外关于朝核的问题 包括中国跟韩国的谈判代表 现在也在谈了 如果可以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问题 可以提振韩国的经济 那中国对美国来说 比起美国来说对韩国更重要了 美国是不是担心这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的确是在这一次的这个318的这个三十八度线 三十八度线的这些危机的事件处理当中 我们看到朝鲜后来就等于是悦意妥协了 这是很难得的 在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这样一个迹象 这个现象显示出中国其实它的态度很重要 而韩方也完全的感受到 中国对朝鲜半岛 它是站在一个公允的一个立场 也就是说朝方如果做不对 中方也不会说一昧的偏袒朝方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次的危机里面 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公正的公允的立场 事实上对朝方是有利的 这除了这个就是在政治层面上 在军事层面上所展现出来的 另外就是在您刚提到了经济层面上 为什么 韩国现在面对它的经济成长出现次缓 韩国的我们都知道韩国是十大财团 支配了韩国的经济的一个支柱 应该这样讲 你也可以把它说这是很无奈 可是十大财团几乎支配了韩国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经济层面 而这些十大财团在这段时间内 它的营收都并不理想 那等于是韩国方的经济压力很大 它需要 它非常的需要中方的这个市场 中方的这样的一个跟韩方 能够有更紧密的结合 而到目前为止日本的FTA一直谈不出来 也就是说韩方已经想方设法努力的要谈中日韩的FTA 可是现在卡在日本而不是卡在中国方 因此对于韩国来讲的话不能够再等待了 不能够再等待你的日本的这个FTA 所以我个人认为朴槿惠的这一次做的经济目的 政治目的 未来很有可能韩方跟中方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我觉得因为韩方也发现说原来如果它跟中国彻底的改变关系 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的解决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像李明博一样一面倒向美国 反而让朝鲜半岛进入一个紧张的状态 那中韩如果从经济的合作呢 不管朝核问题的解决到现在如果进一步到军事合作的话 那对于美日韩这整个军事同盟的架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事实上美日韩真正的架构 就是说美日安保再升级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发觉美国有没有提升美韩军事同盟的再升级 没有截至目前为止没有 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它输出武器给日本的品质 跟它的质量是超越了韩国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美国宁可把X波段雷达部署在日本 连续接连射三座我们都讲过了 那请问它一直逼迫韩国建立TH AED 萨德系统的话 这个对韩国的国防所造成的震撼 到今天都还在谈 那换句话说 韩国的确它经济它必须要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 但是它军事上面跟国防安全方面它必须要依靠美国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韩国它在军事上无法脱离美国的掌控 但是在经济上它一直是希望脱离美国的掌控 但是美国现在对于韩国的掌控 我讲的是掌控不是说援助 它对韩国的掌控现在越来比日本越来越紧 它对日本可以修订和平宪法第九条 它对日本可以让日本放弃解除集体自卫权 它对日本让日本拥有战争主动权 可是它对韩国呢 所以就韩国的国民来讲 就是国民性格来讲的话 它说你对日本那么好 你在军事上面处处的对我韩国设下限制 因为好比说韩国想发展导弹 韩国想发展所谓的巡航导弹 那巡航导弹美国支持 但是设定是800公里 但是导弹美国反对 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现在正在自己摸索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而这条路究竟你要选择跟美国同盟 跟中国大陆对抗 韩国现在做不到 话就说回来 如果韩国有一天它脱离了美国的掌控的时候 对美国的东北亚的军力部署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那更重要的 美韩之间对于指挥权的转移问题 截至目前为止还是争论不断 所以美国是用提防的心理在控制韩国 韩国难道不清楚 韩国清楚 但是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国防 在这两难之中的选择里面 显然韩国是选择了经济 而对于国防的投入 像美国来讲 对美国来讲 美国一直要求韩国 你的国防预算 你要GDP的3.5以上 GDP的3.5 现在韩国只有2.8 那换句话说 他还要加0.7个百分点 这个对韩国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我觉得美日韩的三角同盟关系会随着经济发展 而产生另外的变化 这也就是朴槿惠为什么他要到中国大陆去的原因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今天能够影响朝鲜的大概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大陆 可是美国从5027到5029这两个作战计划放在那边 能够影响朝鲜的剩下的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种困难的抉择之下 我相信朴槿惠跟耳后的韩国的大统领会逐渐的轻忠 这是因为完完全全是美国对待韩国 跟对待日本完全的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你韩国他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朴槿惠一定心知肚明 不然他这次不会采取美日认为的一点叛逆的行动 来到了中国进行访问 而相对于韩国线不愿意提高他的GDP 日本倒是非常的听话 日本的防卫省 刚刚公布了最新明年度的国防预算 首度又创了14年的新高 而且这些新高的预算都要放在哪里呢 都在放在西南离岛的防卫 这是不是冲着中国来的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带您关心天下事 明天中国就要举行抗战70周年的阅兵大典了 当中最应该出席反省的就是日本 但是日本呢没有派任何代表 而且驻华大使呢也决定不参与 而且就在这个同时 日本防卫省还公布了下一年度的最新防卫预算 结果创了14年的新高 这代表意味着什么 这个创新高的预算要放在哪里呢 目前从预算术看起来最主要是放在西南离岛 感觉是冲着中国来的 而且不止这个动作 美国呢也加入了 就在阅兵前夕 美国派了最新的这个航母 要从加州出发 要到日本去进行新的换防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里根号从加州出发 10月在恒虚赫将来未来的任务 里根号和动力航母当天整装待发 从加州圣叠戈出发前往日本 船员们陆续登船做最后准备 并在甲板上整齐列队 里根号本次赴日 是为接替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 入驻恒虚赫基地 而早在日本311大地震期间 里根号就曾参与朋友作战救援行动 为日本民众所熟知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 亚历山大表示 将里根号部署在日本 体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 有助于强化美日同盟 为节省经费 里根号大部分沿用了华盛顿号 原先驻扎在日本的人员 日本外务省介绍 这艘核动力航母将在10月2号抵达 横须赫港 美军希望此举能够在二战结束 70周年之际 让美日同盟较以往更为坚固 不少分析也指出 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 重要的一次轮换 美日为了围堵中国 现在可以说是磨刀霍霍 现在日本的新安保法 9月11号就在参院闯关了 在这过程当中美国当然要表示各方面的支持 换了新的航母 我觉得也是对外界表示这个动作 时间点我们来看看 就在中国阅兵的前几天 美国发布了这样的讯息 预计里根号10月就要部署在 横须赫基地了 到底里根号跟之前换访的 华盛顿航母比较起来呢 它的战力有提升吗 当然这个里根号它是一个比较新的 一个一代的航母 它是核动力的航母 它的舰载机的数量可以到达 一般估计可以到达89架 这样的一个作战能量 所以它当然它跟这个华盛顿号的 这个老一代的航母来讲 它是最新式的航母 作战力更强 它的飞机的本身的载重量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作战半径是比较远 那它本身的船舰的防卫系统 就是它自己的防导系统 功能也比较强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航母它除了有本身 有这些神盾级来复卫它本身以外 那里根号本身也有加强 它自我的防卫能力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新式的航母战斗群 航空母舰进入了亚太地区 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的确是非常的看重 这个亚太在平衡的战略 而且的确是在执行跟落实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美国里根号的这样的一个换访 这样的这是一个例行的一个作业 这个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针对性 要针对中国来 可是日本的动作 我们就会认为是针对性的了 为什么呢 日本最近的一些动作 选在这个我们讲的二次大战 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 七十周年纪念 我们一直强调是七十周年纪念的时间 我们没有看到德国在增加它的国防预算 我们没有看到德国在利用这一年的时候 去整军待发 然后好像展现出它是一个多强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的德国反而是想尽办法 接待欧洲的这些难民 但是日本的防卫省提高了预算 我们看到日委防卫省最近刚刚公布了新一年度 因为日本的预算就是明年四月就开启新的年度了 现在他们提交了预算 结果防卫预算提升到四百二十三亿美金 比今年度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 不只是安倍执政的最高额 而且是过去十四年来最高增加的额度 我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里头其实很多要贡献给美国的 包括采购F35或者是余英 而且重点放在西南里岛 你怎么看这份防卫预算 这份防卫预算我们在节目上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讲 各位好 你不要看只有四百二十三亿 现在是日元贬值 如果你把不动价格 你把它换算进去的话 比今年度上升 我稍微算了一下 比今年度上升应该是五%以上 加季日元贬值 因为它是日元贬值以后才今年度才上升 如果我们算不动价格的话 它是提升5% 提升5%它是用在哪边 各位去看 这个是一张日本的军力部署图 它现在的整个的军力的部署 它主要是要成立水陆两栖团 水陆两栖团左士堡还有五港 这里是五港这里是左士堡 它水陆两栖团未来它要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它防守的范围 各位看 这个叫做对马海峡 这个叫大鱼海峡 这个叫做公古水道 公古水道 它防御的范围是三个 那它陆战队 现在就是水陆两栖团三千六百名 它是一年差不多一千两百名送到哪边 送到美国圣地牙戈去进行夺岛反夺岛演习 回来以后它扩边 到了2018年它水陆两栖团三千六百人 它成立了 成立完了以后 它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西浦连 在冲城附近它有一个西浦连 西浦连它是一个特战单位 它这个特战单位它也要扩边 特战单位一旦它扩边的话 它本来一个中队它要变成一个大队 一个大队差不多将近是五百个人 所以它有两支铁拳部队 这两支铁拳部队就是水陆两栖团 跟西浦连的扩边 那西浦连就是完完全全它部署在冲城岛 还有一个 它把工股守备区 它提升为海上保安厅的部本部 直辖的一级单位 而过去它是二级单位 工股区是二级单位 现在变成一级单位 所以它所有的海上保安厅的建支 差不多六分之一的建支要全部都放在工股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叫做石原守备区 石原守备区它要增加大概十二艘的港巡艇 或者一般巡视艇 那更重要的 它是把所有的石原岛附近的 像西表岛啊等等那些 它都要派电子侦测部队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 日本明年的国防 我现在不讲今年 那我讲明年 明年再调整百分之五 各位可以去换算一下 明年的调整百分之五 它除了向美国去采购 F-35 余英等这些外 还有一个没有列到预算里面 大家通通都忘掉 它卖潜舰给澳洲 卖其他的武器装备给印度啊 菲律宾 这些通通都没算在这一次国防预算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日本的国防预算 已经跟过去的观念不一样 过去的观念 它的防卫预算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那随着它的武器输出 未来这笔钱你再加进去的话 大概它平均每一年会调整百分之五 以上的国防经费 这也就是中古元担任防卫项以来 我在节目一直说 我的朋友是亲中派 不是 是知中派 绝对不是亲中派 只要中古元跟安倍再为一天 日本的国防预算 一定会大幅度的提升 对于抗战七十周年来说 日本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讽刺 而且日本在大张武力的同时 居然不敢面对历史 明天的这个阅兵大典当中 日本不会有任何的官方代表出席 不过中国邀请了一位民间友人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春山富士出席 这个动作当然也意在提醒日本说 不要忘了春山谈话 他反省历史才是中日关系恢复的唯一正道 今天谢谢两位也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也就是说他的基本态度泄露出来了 之前美国一直说我没有阻止我的盟国去出席这个九三纪念抗战的这个阅兵 我都没有这样做 可是你看克里已经把他的前面的说谎已经直接说出来了 他不支持朴槿惠 那就表示您刚刚一提到了 其实他是反对朴槿惠 他只是因为朴槿惠十月要去美国 而美国现在如果他没有韩国这一个资助 他的东北亚的安全资助 对美国人来讲就建构不起来 就缺一口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 东北亚的安全资助是建立在美日韩以美国为轴心 然后有两个附属国 就是韩国跟日本 就撑了他 然后他在这个东北亚就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体系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体系呢 现在很可能呢 会有一点点的破口 因为朴槿惠为了韩国的生存 我觉得他这次呢 到中国来访问三天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排除了美国的压力 所以我们刚新闻当中看到了 他这次率领了一百多个商业团体的代表人士 领袖人物要来谈 希望呢 跟中国立刻把这个FTL 希望实施日程可以提前 另外关于朝核的问题呢 包括中国跟韩国的谈判代表 现在也在谈了 如果可以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问题 可以提振韩国的经济 那中国对美国来说 比起美国来说 对韩国更重要了 美国是不是担心这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的确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318的这个38度线 38度线的这些危机的事件处理当中 我们看到朝鲜后来就等于是越一妥协了 这是很难得的 在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这样一个迹象 这个现象显示出 中国其实他的态度很重要 而韩方也完全的感受到中国对朝鲜半岛他是站在一个公允的一个立场 也就是说朝方如果做不对中方也不会说一昧的偏袒朝方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次的危机里面 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公正的公允的立场 事实上对朝方是有利的 这除了这个就是在政治层面上 在军事层面上所展现出来的 另外就是在您刚提到了经济层面上 为什么 韩国现在面对它的经济成长出现迟缓 韩国的我们都知道 韩国是十大财团 支配了韩国的经济的一个资助 应该这样讲 你也可以把它说这是很无奈 可是呢十大财团几乎支配了韩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经济层面 而这些十大财团在这段时间内 它的营收都并不理想 那等于是韩国方的经济压力很大 它需要 它非常的需要中方的这个市场 中方的这样的一个跟韩方能够有更紧密的结合 而到目前为止 日本的FTA一直谈不出来 也就是说韩方已经想方设法努力的要谈中日韩的FTA 可是现在卡在日本而不是卡在中国方 因此对于韩国来讲的话 不能够再等待了 不能够再等待你的日本的这个FTA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朴槿惠的这一次做的经济目的 政治目的 未来很有可能韩方跟中方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我觉得因为韩方也发现说 原来如果他跟中国彻底的改变关系 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的解决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 像李明博一样一面倒向美国 反而让朝鲜半岛进入一个紧张的状态 那中韩如果从经济的合作呢 不管朝核问题的解决到现在 如果进一步到军事合作的话 那对于美日韩这整个军事同盟的架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事实上美日韩真正的架构 就是说美日安保再升级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发觉 美国有没有提升美韩军事同盟的再升级 没有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它输出武器给日本的品质 跟它的质量是超越了韩国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就是说美国宁可把X波段雷达 你部署在日本 连聚接连射三座我们都讲过了 那请问 它一直逼迫韩国建立TH AED薩德系统的话 这个对韩国的国防所造成的震撼 到今天都还在谈 那换句话说 韩国的确它经济 它必须要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 但是它军事上面 军事上面跟国防安全方面 它必须要依靠美国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韩国 它在军事上无法脱离美国的掌控 但是在经济上 它一直是希望脱离美国的掌控 但是美国现在对于韩国的掌控 我讲的是掌控 不是说援助 它对韩国的掌控 现在越来比日本越来越紧 它对日本可以 可以修订和平宪法第九条 它对日本可以让日本放弃 解除集体自卫权 它对日本让日本拥有战争主动权 可是它对韩国呢 所以就韩国的国民来讲 就是国民性格来讲的话 它说你对日本那么好 你在军事上面处处的对我韩国 设下限制 你好比说韩国想发展导弹 韩国想发展所谓的巡航导弹 那巡航导弹美国支持 但是设定是800公里 但是导弹美国反对 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现在正在自己摸索 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而这条路究竟你要选择跟美国同盟 跟中国大陆对抗 韩国现在做不到 话就说回来 如果韩国有一天 它脱离了美国的掌控的时候 对美国的东北亚的军力部署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那更重要的 美韩之间 对于指挥权的转移问题 截至目前为止还是争论不断 所以美国是用提防的心理 在控制韩国 韩国难道不清楚 韩国清楚 但是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国防 在这两难之中的选择里面 显然韩国是选择了经济 而对于国防的投入 像美国来讲 对美国来讲 美国一直要求韩国 你的国防预算 你要GDP的3.5以上 GDP的3.5 现在韩国只有2.8 那换句话说 它还要加0.7个百分点 这个对韩国来讲 是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我觉得 美日韩的三角同盟关系 会随着经济发展 而产生另外的变化 这也就是朴槿惠 为什么他要到中国大陆去的原因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今天能够影响朝鲜的 大概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大陆 可是美国从5027到5029 这两个作战计划放在那边 能够影响朝鲜的 剩下了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种困难的抉择之下 我相信朴槿惠 跟耳后的韩国的大统领 会逐渐的轻忠 这是因为完完全全 是美国对待韩国 跟对待日本 完全的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你韩国他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朴槿惠一定心知肚明 不然他这次不会采取 美日认为的一点叛逆的行动 来到了中国进行这块油田 是位于越南跟中国的 主权争议所在地 所以印度真的会采取 这样的动作吗 那越南为什么敢引进印度 背后有美国势力吗 是不是有美国势力 我们也在观察 但是越南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越南 越南把一块不属于他的地方 拿给第三国去开采 这原本就是不对的事情 也不合法的事情 那当然中方也在第一时间 就表达抗议了 所以印方 印度方就是第三方 像越南这样的一个 取得这样的一个开采权 就是不属于越南的这个油田 印度方去取得这个开采权 他基本上就已经站不住脚 所以中国的抗议 只是再度的提醒印度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这个会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那我相信现在是印度的石油公司 是很有意愿 很有企图心 想要做 印度方现在也在试探中国的决心跟意志 还有中国的筹码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消息会放出来 并不是凭空的放出来 是有益的 而且的确是有在做这个进行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是做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出来的时候 所以中方才会在第一时间有外交单位 就直接跟他回应了 他说未经中国许可 任何外国公司在该海域的活动都是违法的 基本上还给了印度颜面 只是说外国公司没有点名印度 是的 因为中国在思考这个部分里面也观察到 就是说越南方并不是只是跟印度方有合作 他也跟美方 跟你刚刚讲的美孚公司 事实上他还是有做合作 那我们现在是不太清楚的地方 是在于这块油田 是不是有没有越南方 同时把美国的石油公司 跟印度的石油公司 整个都拉进来 然后一起来合作开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您刚一开始的假设 就是说是不是有美国在后面撑腰 这个我们就不能排除了 如果印方要在这个地方去挑动的话 那中方当然也会有反制作为 那反制作为的话 那印方就要评估 他这样下去的话 对他划不划算 不只是开采的成本划不划算 它本身会不会影响到 中印两国的外交关系 中方会不会在别的地方 也在做一些文章 那这样的情形下 例如说中方可以在印巴的边界 或者是在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里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 一些什么铁矿 煤矿 铜矿的开采 例如说可以在克森米亚这些地区 我们也可以进行很多的动作 所以并不表示说中国没有筹码 只是我觉得双方之间 现在都海里上往来 因为外交部不点名 您刚刚提到的 不点名的说 这个第三方 不要再有争议的地方来做 但是如果你不理会 那我们就会有第二个动作会出现 那当然外交是一定实现外交手段 外交手段用尽了 那就有经济 政治 但是其他的手段就慢慢的 甚至军事的手段慢慢的都会进来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中印还在外交的斡旋中 这件事情一定要密切注意 但是一旦如果印度国有石油公司 任何专警平台或探探设备 来到了跟越南中国 这块主权争议的油田的话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引发很大的风波了 当然南海的问题线 美国是援引各种势力进来 所以中方也不断在合纵连横 在这两天有一个演习的消息 引发了外界关注 就是这个月的下旬 中国要跟马来西亚首度进行军事演习 而且地点就在很敏感的 这个麻六甲海啸 演习的科目包括联合搜救 联合解救被挟持的船只 还有实际使用武器人道援助等等 感觉起来科目还有规模 跟之前日本菲律宾合作演习的有点类似 为什么中国这次会跟马来西亚演习 而且选在这个地点 我们先讲马来西亚它过去跟美国进行军演 它进行军演那也在这块区域 就是马六甲海峡 这块区域就是这里是新加坡 这里是马来西亚 那旁边就是马六甲海峡 这里是南海 这里是安达曼海 我们仔细看这个地方 就是说南海它有海盗 它海盗我们过去也曾经报道过 从菲律宾经过南海到马六甲水道 过去是海盗盛行的地方 最近几年海盗虽然比较少 但是南南是有海盗的进出 尤其它是贴近南海跟马六甲海峡 这块区域 那这是中国大陆跟马来西亚 是在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进行 好 这块区域它进行 它是联合搜救 所谓联合搜救 你船难空难事件 因为我们现在看 印度尼西亚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还有泰国 在这个地方空难频传 所以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好 一直到马六甲海峡 所以它说联合搜救 联合解救被劫持的船只 那劫持的船只 大概有两条航线 一条航线是从波罗州下方 一条航线是从南海这样子过来 所以它有两条航线 那它集中在的是北航线 而不是南航线 因为南航线 它涉及到了印尼的关系 所以它在北航线 那它实际使用武器 所谓实际使用武器的话 就是反劫持反绑架 对于海盗如何进行剿灭 人道救援 好 中国大陆之所以 要跟马来西亚进行军演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的 军事武器装备 是二式装备 那美国也想找马来西亚军演 它只有一个目的 它要了解 熟悉跟二式装备 对抗 进行所谓的对抗 然后它可以设定它的参数 这个是美国的 我们不讲 但中国大陆因为它 武器的使用跟马来西亚 是相当的符合 相当的符合的状况之下 可以事半功倍的 去处理很多的问题 有一个状况是在于说 在眼前的南海局势之下 我们看到 马来西亚其实在南海争议当中 跟中国也有一点点争议 但是不像越南 或者是像菲律宾一样 马来西亚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中立温和的 所以美国一直也想拉拢它 譬如说美国曾经想拉拢马来西亚 成立所谓南海的巡逻盟军部队 但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跟中国关系不错的马来西亚 这个时候跟中国进行联合军演 你觉得是对南海问题的一个表态吗 这个军事演习合作的军事演习 等于是两国的政治军事更上一层楼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在演习的过程中 马来西亚可以认识 了解到中国新式战舰的性能 而这个性能价格又好 性能又好 这个对马来西亚会有吸引力 第三个就是 其实我们把东盟都想成铁板一块 其实不是 在东盟里面 例如说马来西亚的位置 北边就是泰国 而泰国的南边跟马来西亚 事实上是有一些 这个族群上的一些矛盾 那马来西亚的南边就是印尼 印尼是东盟的最大国 其实对马来西亚来讲 它的威胁压力感也存在 所以我觉得中国跟马来西亚合作 让马来西亚增加它的筹码 例如说马来西亚跟美国的力量 跟中国的力量 让它增加筹码 这个对马来西亚是有利的 对中方也有利 而且对于中马之间管控分歧更是有利 所以你看目前我们跟马来西亚在主权争议 这个部分的分歧管控的最好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就可以理解 原来东盟不要把它想成铁板一块 事实上他们本身彼此之间也在较量 因此我估计今天中马有军演 明天中泰也可能会有军演 甚至跟辽国跟老国的军演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于东盟的国家 我们看到目前我们估计 大概至少十国里面有六国是比较倾向于 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好的讯息 在南海的议题不断延烧的情况之下 中美对于东盟的国家 现在都不断的使力在进行合纵连横的状态 您正在收看的是澳大卫生 重文台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事 我是张悟凤 欢迎收看走进台湾 在中国北京明天阅兵的前夕 美国政府再度全力炒作中国黑客案 美国权威的报纸 华盛顿邮报 还有著名的财经媒体彭博社 都引述美国匿名官员说 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的商业行为 已经让美国政府忍无可忍了 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 要展开经济制裁案 最快在两个星期之内 就会锁定中国五家大型的跨国公司 进行经济制裁 而报道出炉之后 全世界都很关心 包括白宫跟国务院的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却没有直接否认 而只是语带玄机的说 现在他们拒绝证实这项报道 为什么白宫跟国务院这样反应 是不是代表美国真的在研究 这项经济制裁的可能性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假动作 为了拉高习奥会之前的谈判筹码呢 一旦美国如果真的制裁的话 中国会不会进行反暴富 这会如何冲击到中美的关系 今天现场有两位来宾共同来解读 资深评论员张有化 政治评论员赖月谦 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这两家媒体 有关于美国对于中国黑客 要采取经济制裁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8月31号报道说 由中国黑客发起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正显著增多 美国官方称中国黑客窃取一切信息 从核电站设计搜索引擎原代码 到能源公司的秘密谈判立场 报道说有多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准备 对这些中国黑客发起制裁 预计很快会有定论 甚至就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 其中一名美国官员说 受制裁的中国公司 将是大型公司和跨国公司 被制裁者的活动 要满足四大危害之一 攻击关键基础设施 例如电力网 破坏主要电脑网络 借取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 从被盗的机密和财产中获利 然而美国国务院说 上述报道并不属实 美国目前并没有制裁中国的打算 现场有记者提到 除了在高级别对话中 屡屡提及网络安全问题 美国并未对中国做出任何大胆的行动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说 美国一直在评估风险 但在进一步行动前 需要搜集足够的证据 发言人还说 在两国对话中 不断提出网络安全议题 是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外交手段 此外 美国还会运用贸易政策和法律手段 打击入侵的黑客 在美国政府透过媒体不断的放话说 中国黑客涉嫌涉入了美国 不管是政府机构或者是民间机构 网络侵害之后 真的会对中国的跨国大型公司 采取经济制裁吗 这项报道为什么引发关注呢 是因为同时有两家重量级 可信度很高的媒体报道 一个呢 是之前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 另外一个则是在世界的财经媒体当中 非常重要的彭博社 在8月31号呢 分别报道 两名匿名的美国官员 告诉这两家美国媒体说 现在政府正在严谨制裁行动 所以有华你看是空穴来风吗 空穴不来风 但是在没讲黑客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要关切到一件事情 因为习近平这次他进行 所谓的国际访问的过程当中 究竟中美两国要谈的是合作议题 还是对抗议题 这个先厘清 那在对抗议题上面 管制所谓网路安全的 是属于国安会的权责 当然国安会它可以统筹 国务院国防部 国防部情报局等 或者国土安全部 对于网路安全应该是 国安会对于中国大陆 有非常强烈的意见 而意见之强烈 它想预计制裁五家公司 好 这五家公司 坦白说 华为一定是其中的一家 那其中的一家 他们都在美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 如果那你制裁的话 牵涉是非常非常的广 过去中国大陆 对于所谓美国制裁五家公司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中国大陆都会让步 可是这一次习近平去 会不会让步 应该不会让步 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大陆 它也有反暴步的措施 所以美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 你看国务院发言人 就答得非常的谨慎 不像国安会 不像国安会 答得非常的强硬 然后透露所谓匿名讯息 说力度空前的经济制裁 好 你要进行经济制裁的话 当中国大陆实施反暴步的时候 请问奥巴马也好 习近平也好 他们会谈的过程当中 网路安全是一个对抗性的议题 那这种对抗会会下去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从庄严会谈黑客 到去年起诉五名解放军 然后一直到这次习近平访美前夕 美国都没有说 我要实施经济制裁 只不过是起诉了五名解放军的军人 还有 在庄严会谈中 他说美中之间骇客入侵 是非常严重 那从这个例子 这个议题谈到三年以来 一个即将卸任的国安会顾问 一个即将卸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如果真要实施经济制裁的话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我倒要看看两个国家之中 哪一个国家的筹码比较多 因为对美国来讲 他筹码太少 对中国来讲的话 他筹码显然是超过美国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悬挨热马 所以美国政府是真的有在研议考虑要采取经济制裁 还是说这是为了谈判提高的筹码呢 因为我们来看看经济制裁世上杀伤力很大 现在中国有很多公司都在美国上市 比如说刚刚不只是我们谈到华为 有很多的生意往来 像百度呢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 这些都是现在中国跨国大型的公司 所以很多现在华友点名五家之后呢 大家都纷纷猜测是拿五家要对号入座 但是我们想想看一样 美国也有很多公司在中国市场很大 拥有很多的市场啊 所以一旦要进行反暴富的话呢 其实双方可以说美国这招是欺商权啊 而且比起去年的这个起诉解放军来说 起诉解放军 解放军其实上在美国也没有什么财产 也没有什么雇员 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制裁中国的跨国大型公司 这就非同小可了 所以你觉得以白宫或国务院的回复来说 美国政府真的这是一个真的会采取的动作吗 当时起诉这五个解放军已经引起外交的波澜了 中国已经非常的愤怒了 接着对天津大学的教授进行这种所谓的钓鱼式的这样的一个陷阱 也引起了外交上的波澜 现在他们还想本来技术上的要把天津大学教授扣在那个地方 现在让他出来了 好 我们的问题来了 你今天一旦对中国的企业在实施制裁 那所谓的制裁的意思也就是说冻结你的海外资产 对 那请问一下 美国承受得了中国冻结美国在中国大陆跟其他海外的资产吗 坦白说 在外交里面最终的后面还是靠你的实力 你有多少筹码 那看起来美国的筹码并没有多于中国的筹码 所以美国如果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对他实施反制裁一定是两三 所以为什么白宫或国务员都拒绝证实说有这项消息 但是也强调说经济制裁的确是美国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的可行的手段之一 美国的暧昧就是要提高筹码 而且美国觉得要指控中国是网络黑客 不光光只要美国指控他还希望有其他国家可以加入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拉印度下水要挑拨中印之间的关系呢 因为美国的盟友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最近也引述了一个消息 这是美国知名的民间公司火眼公司 他声称位于中国境内的黑客组织 对印度政府的机构等70多个网络呢进行了攻击 特别要获取哪些资料包括中印边界的问题文件 还有印度境内跟西藏等问题有关活动分子等资料 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呢 印度的媒体立刻了引述 但是一直炒作下来 印度的官方还是没有做任何回应啊 我们怎么看金融时报这个报道 这是美国民间公司刻意放话要挑拨中印的关系吗 过去他曾经讲过巴基斯坦对印度如何 他也曾经讲过朝鲜对其他国家如何 然后他现在为什么直接指明中国大陆 好害印度的应该讲公家机关吧 公务单位说或许包括中印边界的问题文件等等这一些 可是我请问各位 这一些文件或者是西藏问题有关活动分子等资料 好 纵然有啊 那我讲纵然有 请问这个资料 对印度来讲 对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本身他就拿得到 那只不过他要拿的是 他现在居心恶毒的是说 西藏问题有关活动分子的资料 因为人事的资料 活动的资料是最难拿 必须要靠人力 好 必须要靠人力来收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一个靠人力收集的情报资料 还有一个靠电脑收集的情报资料 电脑收集的情报资料 他只是一个整体性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显示这个活动分子 他在印度 好 如何活动 如何活动 没有办法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叫做 我们讲叫做活动的 式的情报资料 活动式的情报资料 应该是由人去收集 那既然 无论是人 无论是 所谓的静态的资料 动态的资料 我想请问一下 活远公司你如何确定 中国大陆既能收集活动的资料 又能收集静态的资料 而他的入侵的网络 你也如何得知 所以我就必须要讲 当活远公司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要想到 他是一个全球软体的推销商 全球软体的推销商 他过去他指名那么多 那相关国家都没有做任何回应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 他还是运用一种商业上的作为 去塑造一个假想敌 他会告诉印度 我帮你找到了这些 你要不要采购我的软体 他也会告诉其他国家 我在印度有效的防阻 中国骇客的入侵 你们要不要采购我的软体 那换句话说 这个叫做推销嘛 这个不叫做情报 这也不叫做 像金融时报讲的 网络攻击嘛 这个是明明他明摆之思 运用推销的行为来构陷 中国的黑客组织嘛 对火眼来说 这一方面是商业行为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心知肚明 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跳出来 反对他挑拨 中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但是的确美国呢 现在印度下了很多功夫 所以一方面纵容 这个民间公司挑拨说 中国侵入了印度的机构网络 另外一方面呢 在美国的撑腰之下 最近有个消息 也引发中国的关注抗议 就是传出印度的国有石油公司呢 打算在这个越南合作之下 在中国争议有问题的南海 进行石油发掘 印度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动作 那越南美国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马上回来 台湾观点 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 是在9月的习奥会会谈当中呢 除了网络安全的问题之外 南海当然也是美国非常关注的议题 现在美国之前先联合东盟国家呢 希望在南海主权争议下围堵中国 另外在南海的石油探勘上 现在会不会也打算引进印度的势力呢 这是美国的彭博社报道说 印度已经最近打算 要跟越南合作开采一块 跟中国主权有争议的油田 印度真的会这么做吗 先来关心这期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印度将重启位于中越争议海域的石油勘探工作 目前印度总理莫迪已经授权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集团 在该地区建设钻进平台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印度在2006年即已取得这一地区的勘探权 中国三年后才在同一区域展开国际招标 据报道 南海域处有约300亿吨石油 及16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这一规模约使中国油气储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印度在9年前获得该地区的油气开发权 但至今尚未开建一口油井 2012年中国政府曾邀请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内的外国公司 勘探该地区的油气资源 据印度媒体此前报道 印度自1988年就已经介入南海地区的石油开采 并于当年从越南获得一块油田 后来由于2006年获得两块油田的勘探开采权 这两块油田均在中国主权归属范围之内 印度在其中一块油田勘探无忧之后决定退出 但仍继续保持在另一块油田附近的存在 分析人士评论称 印度的动作显现出对于南海的兴趣 并希望通过介入此区域来加深印度同美日的海上关系 近来中国在印度洋活动频繁 引起印度紧张 一方在南海争议区域行使经济权 表明其有意与美国以及一些亚太国家 一起遏制中国在南海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印度对于南海的兴趣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真的会不顾中国的反对 跟越南再跟中国主权有争议的油田进行开采吗 我们来看看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这块油田呢 是印度在2006年的时候呢 跟越南获得的两块油田探勘开采权 但是当中有一块一直看起来是没有油气的 所以印度一直没动作 那这一次呢 隔了几年之后呢 据说现在印度的国有石油公司呢 打算要在其中一块进行整个开采的动作 专游平台很快就会过去了 问题是正况之下呢 同样在东北亚 美国最近呢 也觉得有一点点挫败 因为明天中国就要进行阅兵了 在美国的盟友之中 韩国是唯一大统领朴槿惠出席的 这对于美国来说 会不会有感到挫败呢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了 他说他充分理解 但是不表示支持 美国不方便说话 但是日本说话了 日本的右翼媒体批评朴槿惠是名城皇后 这样的批评立刻引发了韩国抗议 到底美日为什么这么在意朴槿惠的出席 马上回来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您关心天下市 中国明天就要举行抗战70周年的阅兵大典 美国呢 没有特别派特使来 只是由驻华大使来出席 而日本呢 更是连驻华大使都不出席 险见美日联盟对于中国的围堵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 有一个挫败 就是东北亚的美日韩联盟呢 似乎韩国不是那么牢牢掌控在美国手上 因为作为美国唯一的盟友出席的国家 朴槿惠呢 今天已经率领的庞大的访华团来到了中国 结果对于朴槿惠的动作 克里表示说 他理解 但是不表示支持 而日本的右翼媒体 则是直接丑化了朴槿惠 为什么美日要这么做 我们先来看看朴槿惠 这一次到中国访问三天的规划目标 9月2号 朴槿惠抵达北京后 将率先在人民大会堂 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面会谈 就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局势交换意见 随后 朴槿惠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 商讨韩中关系发展方案 韩中自贸协定等两国共同关心的事宜 增进两国互会合作 3号上午朴槿惠将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 大阅兵等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随后转赴上海 4号朴槿惠将率领一个庞大的经济史结团 在上海同中方企业举行韩中商务论坛 并进行一对一商务洽谈活动 史结团由包括128名企业代表在内的156人组成 规模为历史之最 清瓦台方面表示 本次访华是朴槿惠执政以来第三次访华 韩国媒体则进一步指出 朴槿惠进入执政后半期 将之前的率先访美改为率先访华 反映出当前中韩关系密切 韩国正在走与过去不同的外交路线 而且在美国盟友中 朴槿惠是唯一一名出席中国抗战阅兵式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 日本方面继续对朴槿惠表达不满 优异媒体产经新闻刊登专栏文章 形容朴槿惠出席中国抗战阅兵 是势大主义行为 更将它比作朝鲜王朝末期 因清华而被日本人暗杀的名成皇后 文章刊登后引发韩方愤怒 韩国政府回应称 日本部分人士和媒体一贯歪曲历史 无需理睬荒谬报道 最大在野党新政治民主党则狠批 日本对美国的产媚才是势大主义的真实写照 朴槿惠这次到中国访问 可以说过程的安排他煞费苦心 因为下个月很快 他就要到美国进行访问了 绝对不能够得罪美国 所以就在前两天呢 韩国的外长特别跟美国国务卿克里进行会谈 而且也特别说明了朴槿惠到中国的行程 结果克里直接说了 他说朴槿惠最后决定去中国 他充分理解 但是不表示美国支持 其实意思就是美国反对 只是美国气奔呢 不能直接说出口 但是呢日本就替美国说话了 日本的政府当然也不方便说话 因为这是朴槿惠的主权行使 但是日本的产经新闻特别比喻 他说朴槿惠出席中国的阅兵士呢 是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势大主义 这话说的很难听 他还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朴槿惠呢 就像当年朝鲜王朝末期 被日本人杀害的名称皇后 这样子批评比喻一个国家的领袖 为什么日本要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四大主义是哪一个国家特有的性格 我告诉各位就是日本 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四大主义来批评 朴槿惠是名称皇后 事实上有引进失格 那这一点 你韩国政府必须要做到两点 第一个 你马上要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 请他讲清楚 这个事件的由来 究竟是你日本鼓动 还是产经新闻如此 那第二个 应该告诉日本人真实的历史 明称皇后 她是高宗的太太 她是李氏朝鲜高宗的太太 那高宗幼年即位 她的爸爸叫大院军 大院军设政 那大院军设政 她采取索国主义排斥一击 但是明称皇后 嫁给了高宗以后 她一直是希望 她采取一个开放主义 所谓开放主义 就是引进外力 来调和 好 来调和朝鲜内部 党派之争 所以明称皇后 她一方面 她曾经祈求于日本过 是希望对大院军能够施加压力 可是当她发现 日本对朝鲜有侵略野心的时候 她转而向李鸿章求助 李鸿章那个时候就派了袁世凯住朝鲜 那袁世凯呢就奉命把大院军 把大院军 把他从朝鲜送到了保定 欲以激进 那保定是什么地方 保定当年是直立总督府的所在地 那大院军离开以后 那日本人认为 明称皇后有清华的迹象 所以她制造了很多的事端 她制造事端完了以后 由日本公使 然后率领着日本让人 去促成了所谓的宫廷政变 那这个宫廷政变发生的时候 居然是日本的公使 跟让人直接冲到寝宫 把他杀死 所以高宗皇帝 就是因为日本人杀死了明称皇后 那高宗皇帝就非常痛恨日本 所以他想联合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来牵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知道 明称皇后是被你日本人杀死的 然后你今天你又羞辱他 然后到了最后 你还把朴槿惠是视为明称皇后 这个是对一个国家人手最大的羞辱 所以日本人应该去好好研读历史 是明明你去侵犯人家 明明你鼓动宫廷政变 明明是你杀了明称皇后 难不成朴槿惠去了一趟中国大陆 他未来的下场会跟明称皇后一样吗 所以我觉得日本是一个欠缺死官的国家 所以产经新闻这篇文章其实非常恶意 所以韩国的驻日本大使立刻就抗议了 要求产经新闻要立刻删除这个文章 我觉得驻日本大使没有在大动作要求日本抱歉 一方面是因为产经新闻是独立的媒体 另外一方面也顾忌到美日韩的同盟关系 可是我觉得产经新闻没有想到一点 他虽然比喻明称皇后说最后是被日本人所杀害 但是其实在韩国民众心目当中 明称皇后因为主张开放不锁国 所以很多民间都认为他是伟大的铁娘子 某些方面他们对明称皇后的历史定位是非常高的 重点来了 为什么克里说他不表示支持 然后日本还要纵容右翼媒体去这样批评嫖景会 美日对于这次嫖景会来 为什么这么耿耿于怀 我觉得美国已经把他的这个底牌已经下